故事发生在杰克的布拉格 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 主人公是一个叫马克的初年男子 乐观开朗 心腻善良 他的妻子早年避世 儿子卡卡被他一手带大 尽管父子俩的生活非常拮据 可幸福从未因家庭的不完整而有半点缺失 欢迎来到小陈电影 这次分享的是高分威电影 乔 卡卡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 会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聪明懂事 他会在父亲不开心的时候给讲笑话 他会用刚学会的英文跟父亲说晚安 父亲也没有对儿子缺乏教育 反倒孕育了卡卡积极勇敢的性格 可以说这对父子俩的感情非常深厚 马克在铁路局做班道员 工作简单空灶 收入仅能勉强虎口 所谓班道员 就是列车在进出战前 负责把板搬到需要的骨道上 保证列车安全行驶的操作人员 经不住卡卡的再三祈求 马克便答应明天带他去工作场所 却没料这是改变很多人一生的决定 在他们的房屋门外 一个带着红帽的年轻女孩艾米 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 他遭遇渣男劈腿 学业中途荒废 和父母的关系闹僵 又染上了吸毒的恶习 对他来说 这样的日子已经生无可恋 到了第二天 马克抱着儿子穿坐在人群中 来到充满喜乐哀伤的车站 一对对细细色色的成年男女 不断地溢入卡卡的眼帘 有和女友依依不舍惜别的军人 有结伴去旅行的年轻人 还有被逼分手的小情侣 抽着烟的红帽女孩艾米 抽着卡卡做了一个鬼脸 两人对视微微一笑 她也是唯一和小男孩互动的人 一辆从此岸开到别岸的火车 有人诀别心上人 有人诀别留下足迹的城市 随着火车鸣鸣声响起 艾米又回到独自哀伤的状态 很快 马克带着儿子来到工作站台 他从同事口中得知 一小时左右才会开来一列火车 于是他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并反复盯住儿子不要乱跑后 并前往工作间和同事换班 马克非常专注地盯着桥的对岸 还时不时看着在河边钓鱼的儿子 这时候 他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 并告知有一艘船要通过大桥 马克按下升降按钮 打开了连接活动桥的开关 巨大的机械齿轮开始旋转 通过扭带的作用 沉重的桥面被缓缓拉起 卡卡仍在下面愉快地玩耍 他便缓缓走进了屋内 转身去忙其他事情 而轮船也顺利通过了大桥 哪里知道 火车停前往桥面驶来 可桥面还保持着开启状态 卡卡及时发现了这一紧急情况 但无论怎么喊 父亲并没有出现在窗口前 火车上的乘务员正在巡视 没能发现前方的桥面状况 而车厢内的年轻男女 自顾自作事 当然也不会知道死亡近在眼前 与此同时 马克总算看到了史莱的火车 正当准备要搬到时 却发现儿子不见了 那卡卡到底去哪里了呢 原来小男孩找不到父亲 就来到活动桥上方的盖板处 想依靠手动搬到去帮助父亲 来拯救一火车人的性命 马克见到这一幕简直不敢相信 要命的是 卡卡的重心不稳 突然掉进了通道内 正好落在巨大的齿轮中间 此时 火车也离大桥越来越近 而本在马克眼前的只有两种选择 要不救自己儿子 要不救火车上的人 引进火车距离只有几十米的时候 马克做出了人生最残酷的决定 他钻紧了拳头 悲痛地呼唤上帝 毅然地拉下了仿佛有千斤重的手杂 他选择放弃儿子的生命 去延续一火车人的悲欢离合 当巨大的齿轮再次转动起来 卡卡脆弱的身躯 一下子被卷入其中 伴随着低沉的咔咔声 沉重的活动桥缓缓下降 马克发疯一般出现了桥面 自从桥面正好压架 那辆火车顺利通过 而电影也上演了最令人揪心的桥段 一边是洋溢着温暖和爱意的乘客 一边是哭得撕心裂肺 面部极度扭曲的马克 乘客也许永远不会知道 自己刚被一个 承受着巨大丧子之痛的缝起所庇护着 火车发出的巨大声音 完全掩盖住马克的喊叫 他只能站在铁柜旁 绝望地用石子击打着车厢 对人生感到心如死灰的艾密 准备再次用毒品躲避痛苦时 正好和车窗外的马克促身相识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无法理解对方眼中的悲痛 但他却被深深地震撼到 因此放下了手中的汤勺和打火机 在冰天雪地的室外 火车已经轰隆隆地飞射而过 马克抱着没有温度的儿子 心走在长长的铁柜上 独自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打击 对马克来说 自己又是别无选择 工作身份要求他 只能牺牲挫爱的儿子 而对于艾密来说 他意识到命运比自己悲惨的人 还有很多很多 为何不能好好珍惜青春年华呢 刚才一瞬间的眼神交汇 让他一刹那出后新生 决定从此不再自暴自弃 过了整整两年 马克人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 网上的回忆一直在折磨着他 窗外行走的人群 一张张冷漠的面孔 布拉格街头的寒冷 让他感到绝望 随着一辆电车开过 红帽女孩艾密出现在人群中 手上还抱着自己的孩子 就这样 两人又一次不期而遇 原来艾密之后遇到了真爱 拥有了一段幸福婚姻 虽然他没开口说话 但脸上的笑容已经说明了一切 马克正是改变他命运的那个人 而望着和自己儿子相似的小男孩 马克的嘴角已经轻轻地扬起 就和当初艾密望着儿子卡卡一样 他看见了自曾相识的幸福与乐观 仅仅一瞬间 马克释然了 笑得像个孩子一般 曾经一个痛苦又绝望的表情 拯救了一个堕落女孩的灵魂 如今一个美丽又幸福的微笑 又化解掉一个孤独男人的悲痛死结 虽然生死间隔着一座桥 但幸好找到了平衡点 观看电影解说 关注小春电影 我是小麦 我们下期再会